哈啰 我們又來了 巴黎左岸公園 什麼時段最舒服 就是現在 現在這個時段是最舒服的時段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下山 還沒有完全下山完畢 但是它的光線有些已經被大樓擋到 所以現在這個地方都曬不到太陽 所以人越來越多 看看旁邊 前面這個渡輪 在這個位置欣賞一下 那旁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小船 現在這個光線慢慢慢慢的暗下來了 但是人潮呢 人潮反而增加了 現在吹著涼風很舒服 現在在那邊吹著涼風很舒服 四人的協力車 兩人的協力車很多 所以要來巴黎這個時段來是最好的 沒有太陽 然後吹著海風 看你喜歡吃什麼美食就買點 買點美食 買點小吃 找個地方坐 吹著海風 看著船 看著不同的人在你面前走來走去 再讓大家看一下 欣賞一下 欣賞一下 前面那一艘 有一艘渡輪已經開始要離開了 這個應該就是要到淡水的 要往淡水方向去走 這個就好像有一幅畫 讓大家看一下 舒服的天氣 現在兒子他們還在 五十年 紅丸裡面 還在這五十年 紅丸袋裡面 剛才到前面那一家 沒有挖到寶 那他們現在來到這一間 到底有沒有挖到寶呢 還在裡面看 那我看看他們挖到寶了沒有 有沒有挖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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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 有挖到寶 有沒有挖到寶 這是瓜糖嗎 沒有 這是什麼糖果 羊桃糖 媽咪的 羊桃糖 蝦皮糖 荷包蛋 哪一個 荷包蛋的蝦皮糖 荷包蛋的蝦皮糖 還有這兩個糖 雷根糖跟那種軟糖 然後還有這個 它是酸酸的 可樂口味的酸酸的 這家這麼多寶啊 他們在這家挖了很多寶 都是糖 這個糖 那個糖 沒有 這是什麼糖 荷包蛋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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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那邊烤肉肥腸 比較小啊 可以加 比較小一點 記得好朋友 要來逛巴黎的話 這個時段是最好的 最涼爽 你看 我的臉已經被曬黑了 晚一點來的話 就不會變成黑了 你會變黑人 來看一下 哈囉 看一下 嗨 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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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裡就可以 差不多啊 這邊就是巴黎的那個 以前 最早最早那條老街 就在後面 當初的一些名產 什麼孔雀蛤蝦咪 甜甜圈什麼雙胞胎 重頭戲都在後面 可以啊 以後不要隨便亂入鏡 要不要買要不要買甜甜圈 看你嗎我幫我 不吃甜甜圈 真的啊 看一下 沒有進去 來確認一下 你不吃甜甜圈對不對 真的啊 上次跟你們來我腳痛 你沒進去我趕快我就走 今天就可以走 這條是最早最早 之前的老街 就在那個渡船口 渡船口 然後這個是就是 最 哈囉陳豆哈囉 這就是最有名的 甜甜圈雙胞胎 看一下 就是 這家 有幾個人呢 那他們排隊排在哪裡 我們看一下他們排隊排在哪裡 還沒看到 還沒看到 蛤 你們排在哪裡 排那麼長還有排 你們排在排在那裡 排在那裡 差不多要排暈倒了 差不多要排暈倒了 排那麼長 我們先往前逛一下 他們在後面逛 我們逛過去再逛回來 可能他們還沒排到 這也是有限燙小捲 這邊也是有限燙小捲 這邊也是有限燙小捲 很短啊 這條街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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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排隊他們在前面 渡床口出來那個位置 那邊人潮會多 那後面這邊呢 就稍微 人勺就稍微少了一點 你說什麼 哦 要吃要不要吃 好 好 每串二成就買五串了 鍍船頭 現烤鳥蛋 來 五串 鳥蛋也是我們每次出來必買的 商品 對 然後這邊賣的是 四 四個二十塊 因為之前是看在裡面 有一個是賣七個二十塊 那個在淡水他們也有 有點像炸 那這家看起來 生意還普通普通 看看前面的人潮 看看前面的人潮 都沒二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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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二十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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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不咕的 好吃啊 可能我們等一下買好他們還沒還沒排到 這條生意最好的應該就是那個雙母胎跟 甜甜圈那家店生意圈 那這個地方主要也是靠人潮 現在這個疫情的解禁我想人潮慢慢的帶回 生意大家應該會慢慢就會好 好那我們就先暫停一下